据法新社四支报道 巴西海军发布消息称 巴西三日在大西洋海域击沉了一艘退役航母 巴西圣保罗夜报称 被击沉的这艘航母就是圣保罗号 法新社提到 此前有环保组织称 这艘航母包含有毒材料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 法新社报道称 巴西海军在一份声明中称 巴西市在三日下午距离巴西大西洋海岸约350公里 大约5000米深的水域将该航母击沉的 同时该行动是有计划且受控制的 巴西海军称将在海上击沉幽灵航母 路透社本月2日以此为题报道称 巴西海军2月1日表示 自从被土耳其拒绝入境后 巴西海军的圣保罗号退役航母已在海上游荡三个月 它将在巴西管辖下的大西洋海域被击沉 巴西海军本月1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圣保罗号正在进水 有沉默风险 因而没能获准停泊巴西港口 海军打算让这艘航母沉入所出水域 那里属于巴西专属经济区 离岸350公里 水深大约5000米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 圣保罗号航母前身是巴西2000年 从法国购买的退役航母福西号 这艘常规动力航母排水量约3.2万吨 可搭载约40架飞机 1963年至2000年服役于法国海军 巴西接手后 这艘高龄航母多次发生事故 包括2005年一次蒸汽管道爆裂事故 2012年一次火灾 圣保罗号2018年从巴西海军正式退役 2021年被卖给土耳其 一家从事船舶拆解的造战章 但去年被拖拽至欧洲海域 还没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时就折返 原由是土耳其政府去年8月底 以航母船体包含约10吨有毒的石棉材料 恐构成环境威胁为由拒绝入港